今天是2023年的9月4号 我们单位组织来到广东 赵庆 赵庆广东第一次来 从来没来过 这个是赵庆的包公词 但是赵庆包公词门关着 不是很热闹 小时候听着港台歌曲长大的 广东话不会说 但是广东歌唱得很溜很溜的 七几年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的 听着广东话 广东娃 听着广东娃长大的 但是听导游说 赵庆是广东话的发源地 广东话最标准的广东娃 最标准的 前面 前面是那个 这么热的地方 支端州 金州市包整 全是黑的 脸黑 身体黑 帽子黑 胡子黑 都是黑的了 是我这个买门票吧 免费观看 这倒挺好的 这里面都是的 这个算 这个算从前那个 是它的住地还是办公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 办公是在那边办公 这里为了纪念它重新造的 啊 里面里面有有有有有有有点是就是个庙纪念一下的庙 有办公的地方吧 那边呢是这个包工 包工区 那边是包工文化活路馆 哦 包工区 嗯 孝树一风 啊 到近这个城市有一点那个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安全吧 为什么说不安全 它是你看它这个一到六楼的每一个楼都都把那个铁铁的那个装起来 你看都是铁铁栅栏都装起来包括六楼好好好过好多的高楼都是把那个铁栏杆造起来估计是不安全吧 你看像这种二楼三楼如果在上海这个是没有的不会装铁栅栏的最多是二楼一楼二楼会装一下三楼基本上就不装了现在基本上两楼都不装了 像这个老楼都是用铁栅栏装起来的估计也是不是特别安全吧 但是这个城市小城市吧 反正我们到处溜达溜达吧 啊 第一次来以后会来不来还不知道呢 第一次到这里来 呃 刚刚听导游说他们这里造庆的房价基本在五千五千平米一个平米左右 他说香港的那个好多退休的人都到造庆来买房子 但是呃再说造庆的天气啊天气天气天气还是热 像上海都30度了这里还33度33度 他们说但是高温没有的高温不会超过38度 但是上海的高温有时候40度啊40几度都会有的 呃他们说这个造庆高温不多 啊你看 你看 这个楼啊 每一幢都是那个 每一幢都是那个 每一幢都是 看到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每一幢都有那个铁栏杆 świiwi对's blue 我譬自然 不知道是为什么 啊 うきん friends こう家 meinen うきん friends うきん friends 好 essa cliché 啊 うきん communications うきんには Tajcang 赵庆寺 上次看了王菊的那个拍案 有一个离谱 我想想就好笑 那个人就是把自己的母亲 母亲不是生了白血病 就是在那里说的说的 说的说的说的 说台湾好 说那个台湾庙 台湾人民好 台湾人民乐情 台湾怎么好 台湾 哇那个人 那个台湾的那个 就给忽悠了 这里能交的 对对对 这里就给忽悠了 给他忽悠了 折合成人民币200万吧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人啊 这个人在国内做这个视频啊 估计就是 中国政府肯定要管一管的 谁叫你是那个 台湾人还是心地善良吧 不大名士理吧 这 我就觉得那个 台湾人民那个 还是反诈骗的意思 还是挺薄络的啊 善良的人挺多的 工粮文简浪嘛 确实像如果这种人啊 在国内啊 肯定是骗不到这个钱 这么多钱的 是吧 还有好多那个事情 这基本上 国内的这种事情 已经太多了 我们都有免疫力的